作为纽约最大的华人地区区法拉盛 它的房产市场始终是华人关注的焦点 那么2024年法拉盛又有哪些新的建案出现呢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Jocely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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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法拉盛 是的 法拉盛我们太熟悉了 但是2024年法拉盛也没有一些新的楼盘出现呢 对 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介绍 几个法拉盛2024年最棒最新的楼盘 那么今天来到这边就看到了 我们在北方大道上面 HMAR的正对面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站 在北方大道和146街和Parsen之间 非常棒的地理位置 看一下这个楼盘非常的气盘 哇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个楼盘 对不对 它的取名叫什么 它就叫Northern Park 那这个楼盘呢 我们请名叫Northern Park 因为Park有公园的意思 对 那我们的感觉就是给大家制造一个 像园林一样的生活环境 非常的安静 闹中取静 非常棒的一个居家的所在 OK 那我们迫不及待去看看吧 好 跟我来 陈东我们现在就来到了Northern Park的拉比了 是不是非常的气派 哇 真的是你看非常高的层顶 我们这边的层高呢17尺高 而且会有两个拉比 到时候呢会有24小时的门位 对大家呢可以收包裹 而且非常的安全 嗯 对 那整个大楼来说有总共多少个单元 那我们的一楼呢都是我们的商业店面 那在二楼到七楼呢 实际公有172套的单位 无力产线单位 嗯 那我们去样板间看看 好 带你看看我们这个样板间 陈东 欢迎来到我们的两房 样板间 哇 这个地方真的是 我觉得一开始就很敞亮的感觉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非常的开阔 感觉其实空间非常的分明 是的 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个门的质量怎么样 哇 这是厚重的石墓门吧 对 我们这个是防火的门 而且呢是智能门锁 嗯 所以到时候即使钥匙忘了也没有关系 对 按密码就可以进来了 嗯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是 而且进来以后你看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和客厅的空间 是的 对不对 那你看到我们这个厨房是这个L型的设计 嗯 而且外排式的臭烟机 煤气炉灶等等 我觉得就是我们华人买家 甚至是其他族裔的买家特别喜欢的 设计方面都考虑到了这个 对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厨房设计上面 不管是颜色也好 彩光也好 还有这些配套设计上面都已经就是可以说融合到大家的喜好了 嗯 对 而且是精装修 拎包露注 是 而且我注意到这个是楼头 你看是五个炉眼 这如果是华人就很喜欢 是的 因为非常容易的 对 同时炒菜 煲汤都可以 对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煤气炉灶很多时候新的楼盘现在已经不能拥有了 嗯 这个是在赶在这个政府的禁令之前建成的 所以还能有这个煤气炉灶 觉得大家是比较喜欢的 对 大家是比较喜欢的 再加上外排式的臭油烟机 我觉得对华人来说呢 也是非常必要的 嗯 对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冰箱 你的洗碗机 洗碗机 对 洗碗机 哦 所以呢 这些都已经是你入住的时候 这些都有包括在里头 清装修 像您说的 是 那所以这边过来 你看格局也非常合理 一个餐桌 然后这边是一个客厅 对 你感觉进来是不是这个空间特别的大 是的 对 所以我想让你猜猜我们这里到底室内面积大概有多少 这个两房两位 哇 两房两位 应该标准来说 应该是在850到900尺左右吧 嗯 其实我们这一套样板间只有799尺 不到800尺 嗯 不到800尺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设计 非常的有些省 像我刚才提到了 所以没有任何的浪费空间 那么就效忿了我们这个空间呢 利用率特别的大 对 而且这个客厅我是觉得刚刚好一家人坐在这儿 看电视 非常温馨的感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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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这套房子呢就是预售还没有刚刚开始没有多久 但是之前我们其实是有一些studio选项的 studio基本上一预售开始就全部收清了 哇 确实看来大家都很非常看重你们的这个设计 对不对 而且我注意到这一套单元是不是还有户外空间 对 这一套呢我们是比较特别的 有个非常大的私人的阳台 这个阳台的面积呢是有990英尺那么大呢 比室内的面积还要大 所以喜欢户外面积的这个朋友呢我觉得会非常喜欢这一套 那当然我们其他一共是二楼到七楼一共172套的公寓 那大部分呢是没有户外面积的 对 我也知道我们这个楼体应该算蛮大的 170多户 那我们的整个大楼的配套设施是不是也非常的丰富 对 其实我们172套刚才有看到这个我们的大堂 对 17尺高的吊顶有两个大堂 那么24小时的门费帮你收包裹啊 收其他的一些就是你需要的收接收的一些东西 那另外我们也会有bike storage 停进车的地方 还有2000尺的一个在二楼的一个健身房 到时候也是应该会是非常受到居民欢迎 而且我觉得是必须的 现在年轻人或者是年纪大一些的人都希望能够在家里附近就能够健身 对 那么每天能够有个健康的身体 那另外我们在同样在二楼地区我们有个非常大的户外的一个terrace 就是公共的一个阳台 那么我们会有一些barbecue 烧烤 那也会有户外的一些家具 那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 可以在家就不用出门就可以享受到的一些配套设施 所以这也应应了我们的这个名字 Northern Park 就是像一个园林这样的一个感觉 闹钟取静的一个生活环境 对 你刚才说闹钟取静 确实来讲我很有感受 因为在北方大道这边的地理位置就比在法盛的市中心要安静很多了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但是虽然安静 但是我们知道刚才也看到对面有Hmark 大中华 两个非常大的超市 也是华人非常喜欢的 一个韩国超市 一个华人的超市 可以说你要每天的买菜的需求都已经考虑到了 满足到了 对 那加上我们这个大楼一楼 其实都是我们的商业店面 我们现在也跟很多的这个商家来谈 可能到时候会有一些餐馆 可能会有药店 会有银行 或者有一些这个bacery 面包店等等 就是楼上的居民可以直接到楼下就可以享受的这样一个配套 那么更增加了我们整个大楼的价值 对 所以大家就考虑说买一个楼盘主要就是生活的便利程度 那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满足了 是的 是的 即使你每天如果要去曼哈顿上班 那我们基本其实离这个商导快线是走路不到七八分钟就可以到了 那么楼下就是有巴士站 直接五分钟就能到我们的7号地铁线 所以这个从交通方面也是非常的便利的 对 很多观众会问说 那这个楼盘的价格定位是怎么样 对不对 有没有一些价格方面的优势 对 您其实刚才看到这么多配套可能感觉 会不会非常的贵 买不起怎么办 其实我们这个定位是非常的经济实惠的 可以说是物美价廉 我们的单价是一千一左右起 一十一千一 那么我们的一房 现在其实基本上不到七十万就可以买到 两房不到九十万就可以买到了 哇 所以这个性价比如果是放在法尚市中心的 那些新楼盘来说的话 真的是有价格优势吧 是的 其实从法拉圣市中心 其实我并不觉得这个是法拉圣 不是属于法拉圣的中心 也是法拉圣的一个中心 因为是接下来几年之内 是非常发展的一个中心 那么跟法拉圣的缅接 罗斯福那一带的楼盘来相比 我们这边至少有每尺 三百到四百左右的一个优势 那么可能一房和两房 我们就二三十万的这个价格的优势 所以你在这边可能只要七十万不到 就可以买到一房 那在缅接罗斯福那边的中心 可能要九十万才能够买得到 对 所以你看第一个楼盘 就非常的有吸引力 所以我们再接下去看看 其他的两个楼盘的特点吧 好的 全都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二栋楼 这里就位于 Prince和 35 Avenue 名字就叫做 Prince 这个楼真的是看过去也很气派 你看是全玻璃的这种大楼 对的 这个是从六楼到十五楼 一共有120套的公寓 一卧和两卧而已 那么这个大楼呢 其实你看到的是 很多的阳台在外面 90% 我们都是有阳台的 那这个呢 全玻璃的结构 就造成了我们景观和采光 是非常非常好的 尤其是面对西边 跟曼哈顿方向 全面的这个skyline 非常的漂亮 是不是 那我们一起到样板间去看看吧 好的 Jocelyn 我们现在是在Prince的一个样板间 对 我们现在是两房两外的样板间 在十楼面对的是 曼哈顿非常棒的景观 哇 在法圣可以看到 曼哈顿的全景 真的是难得 是的 而且我们这个楼层一共有十五层 从六楼到十五楼 一个120套 那面对西边的这个景观呢 全部都是这样的 非常棒 对 而且我发现是每一个单元都有一个阳台 对 我们大部分90%以上的户数呢 是都有阳台的面积 对 像这样子的两房两屋 我想应该是最受欢迎的 因为你看 它的厨房和客厅在中间 对 卧室在两旁边 对 这样呢 我们也就说到 是非常这个efficient的layout 就是 没有任何的浪费空间 对 中间呢就是大厅 对的我们就是外面的户外阳台 对 左右两边各一个卧室 然后还有两个卫生间 还有洗衣干衣机 对 就是麻雀碎下五脏之前 五脏之前 对 而且我注意到这个厨房 你看 它整个是一种定制式的一个厨房 是的 全冰箱都包裹起来 对不对 是的 所以这进来呢感觉是非常的高级的感觉 那色彩呢也是非常好 我们采用的是Bosch博士的这个电器套餐 有我们的这个洗碗机 还有跟你说包起来这个定制的这个冰箱 然后还有我们的煤气炉灶 外排式的臭油烟机 那L型的这样厨房也是最大限度的在空间上 而节省空间 嗯 对 那我知道这个Prince它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话 应该是更靠近缅接7号地铁的这个中心位置 对 其实我们步行过去不到10分钟就可以到了 其实法拉圣比较了解的人来说 是知道这个地区是非常中心的 嗯嗯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中心地段的 这样一个全玻璃的西洋大化的一个大楼 应该这个价格是不是就会高起来了 对我们这个价格呢 其实在楼层低一点呢 我们大概是1200多起 那我们在10楼差不多1300每尺的这样一个价位 其实也是可以是比较佛德国 那像我们这个两房两位 就是90多万就可以买到了 不到100万 不到100万 而且还有曼哈顿的景观 还有曼哈顿的景观 还有些水景 其实这个真的是 从风水来讲 从景观来讲都是非常好的 那当然你刚才讲到了 其实我们是这个户外的悬玻璃的设计 我们这个开发商呢 盖的就是在皇后区目前最高的一个住宅楼 在Long Island City那边的持价 大概是1800左右 那你在这边可以1200 1300就能买到同一个开发商间的 而且我们用的玻璃木墙 就是同一家公司 那么这样高品质的一个楼盘 其实价格来说是非常不错 对 那这个大楼 它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配套设施 嗯 我们其实这个大楼呢 楼下是有门备的 然后在六楼呢 有个非常特色的地方 就是有个非常大的平台 那么看到360度的这个曼哈顿景观 那边呢 我们也会有一些户外的这个BBQ 一些这个大家可以休息 做一做的一个家具 这样的一个配套设施 那我们到时候楼下 就是我们一个喜来灯酒店 Kilton 酒店那边呢 也会有一些配套设施 到时候也会有一部分呢 会给我们居民来进行享用 嗯 太好了 好 陈东我们接下来到我们第三站 也是最后一站Tangren 其实Tangren这个大楼呢 已经现在是 可以说是法拉圣最中心的地段了 楼下的商场呢 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龙坎 菊气等等最有人气的网红商场 网红这个餐馆 那楼上呢 是我们看到非常漂亮精致的 两栋大楼 对 这个Tangren应该在法拉圣 可以说是高端楼盘的一个代表了 对不对 而且它是一个综合体 这里面不仅有商场 不仅有办公室 还有电影院很像 对 还有电影院 对 还有一个酒店 那么楼下呢 刚才商场 除了有菊气 小龙坎 还有玄串壽司等等 就是现在大家可以说非常出名的 大家都喜欢来到这里 法拉圣必经的这个网红点 而且呢 它还有这个楼上的住宅呢 我们现在还是有减税措施在的 所以它们的每个月的费用是非常低的 那其实我们的很多这个 两房一房都已经售清了 但现在有一个非常棒的 一些studio还有在 这个studio呢 是完全拎包入住 因为包括家具甚至电视 都已经帮你转好齐全了 好 这样子啊 那我们真的应该去看一看 是的 好 杉东 欢迎来到我们Tamboran的全部Fully Furnished Studio OK 所以这一进来就给我感觉真的是一个家庭的那种温馨的感觉 是 而且最好最特别的就是这里真的是拎包入住 所有的accessory包括盘子这个桌子椅子全部都给你齐全了 还有电视 所以就把这里当做一个非常高级的酒店 但是呢又有家的特别的酒店 对 所以一进来你看 我觉得studio有一个这么长条的一个厨房的空间 真的是很舒服 是的 完全在这边做菜 烧菜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跟酒店相比就有它这个有它的好处 是你可以在家里做饭的 那么这里包括我们的洗碗机 洗碗机 然后呢我们这里的炉灶 还有我们的外排式的抽油烟机 对 你看 所以就是这些都是非常齐全的 包括其实虽然是个studio 但是呢我们有非常多的储物空间 是的 你现在看到的所有地方 我们都是把它做成了储物 对 而且我注意到你看还是用Millet这个品牌 对 我相信如果大家经常看这个房地产节目的 知道Millet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德国品牌 那么这个品牌也意味着它质量的保证 而且价位也是非常高的 是的 在这方面呢也显示出这个开发商确实比较用心的 对 但是我发现它的卫生间在什么地方 卫生间就在 我们进门的这个地方 对 卫生间也很大 而且卫生间里头呢 洗衣干衣机 所以这个卫生间其实尺寸是非常大 非常舒适的 对 这边是我们的冰箱 这个冰箱也很大 对 包括旁边我们还放了一个储物的空间 就是所有能放东西的地方 我们都把它做了贵子 都利用起来了 好 进来 这真的是一个 很舒适的 很舒适的一个 一个大厅空间 对对对 所有的功能都有 你看这边就是一个电视柜 然后这边是沙发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客厅的感觉 对不对 这里就是可以会客 然后呢我可以有个办公桌 非常的舒适 而且全部都是built-in的 看见没有 对对对 都不需要你自己在打柜子 这个全部都是customate 全部都是专门 专门为这个定制的 定制的 这样的一个 对 你看这个衣柜也好大 我们来试试看 哇 真的是 你家里所有的一些棉被 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 对 所有的 然后这边呢是给你挂衣服的 对很棒 但是我发现 这个空间算是很好 但是晚上睡觉在哪里啊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进来晚上累了怎么办 我会客完了 工作完了 我要休息怎么办呢 对 等我来 嗯 看到这个 我一只手 一个女生 你就可以很简单 很轻松的 把你垫个床出来 哇 这个真的是太方便了 在晚上的时候你就放下来 是的 而且这个还是一个queen size我想 是 这个是个queen size 而且呢你应该看到我非常轻松的 对 因为它这个是其实有个液压 这个技术在里头的 单手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床给你放下来 嗯 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很舒适 白天呢 我们就有这个非常大的空间腾出来 嗯 对 这个studio 真的是我觉得 但是无论是装修的品格 还有它的品质 真的是和曼哈顿的高端的公寓 几乎是同样水准了 是的 那我们这个单价呢 其实是非常清明的 是1400平方每年一方尺 对 那么总价呢其实不到70万 哦 那景观也非常好 那我们在的这一套呢 其实是有两个朝向的 对 那这个采光是非常棒的 嗯 对 而且我知道Tangren的它的配套设施 也是发生应该来讲最齐全的 是的 特别包括有游泳池 嗯 有网球场 对 网球场 然后健身房 然后呢楼下有个非常大的这个私人花园 你也可以在那边遛遛狗啊 遛遛弯啊 那么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会所 你都可以在下面也可以办办公啊 休息一下 都有非常多的空间 让你可以在这边行走 那还有我们刚才在楼下看到了商场 嗯 那也是可以说现在是法拉盛最中心的一个商场 啊我们有电影院 然后有一些非常棒的一个网红餐厅 是 那么都是大家我们住在上面的居民 直接穿拖鞋走到楼下就能够享受了 是的 对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看了法拉盛的三个新的楼盘 确实感觉到整个法拉盛这个华人社区 整个居住品质可以说是上了一个档次 对 在过去的十年之前很难想象在法拉盛 有这样子品质的公寓楼出现 对 其实法拉盛现在我觉得 对大家以前既定的印象是不一样的 法拉盛这几年的发展非常日行月异了 我们看到这么高品质的楼盘 我们刚才前面看到的两个楼盘都代表了法拉盛的未来 也代表了现在我觉得一个法拉盛给大家折射出来的 这样一个社区的总体的印象真的是让大家越来越改观了 是的 而且也说明就是说在法拉盛的居住人口 他们的生活品质或者他的这种对居住品质的要求也在提高 也在提高 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开发商也越来越重视质量和设计 还有我们的配套设施 所以我们在法拉盛安家 不仅能够享受到周边非常方便的餐馆 医生 超市等等这些社区原有老社区有的这些配套设施 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非常新非常现代的设计非常好的 这些我们的居住的大楼里头能够非常舒适的居住下来 对 而且确实我们今天看了这个价格来说的话 真的是性价比很高 如果说是和曼哈顿比的话 真的是价格有一大截的差距 是的 万哈顿我们知道新楼盘可能2500一尺都买不到 有的时候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从1200 1100的第一栋楼 Northand Park 到我们的Prince 1213 那么Tangram这边是减税的1400一尺 那么其实这些价位来说都是非常的affordable 可以接受的 而且这么好品质的楼盘 对我们这个居住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对 而且我也知道你和你的公司是长期扎根在法拉圣 而且介绍了很多的客户 所以我希望说在未来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楼盘介绍给大家 一定会的 谢谢您今天来我们法拉圣三观 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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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